各位观众菩萨大家吉祥 在三月底我们的佛法轻松谈 应该要跟大家谈一谈清明法会 当然一年里头有一些到场的法会 那大部分都是按照佛菩萨的 或者圣诞或者是法门不同而安排法会 那当然基本上每个星期也都有 例行的共修法会 那么可以说在所有的这个法会之中 或者是说这个国定的节日里头 以24节令来命名的应该讲就是清明节 那么那法会当然就是清明法会 那清明其实是24个 就是中国我们在看这个立法 按照这个大自然天后的这些规律性 去排定的这个叫24个节令里头 这个比如说从春分什么时候 这些节气开始 那么讲清明 那么到清明的时候呢 大约就是说差不多冬天真的都过去了 那么一些草木慢慢的就开始要发芽 准备要新兴向荣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传统上 就是华人的习俗呢 重视圣中追远 感念祖先的恩德 所以通常呢 这个在大雪融化之后 一般的人都要打扫自己的庭院 像我们在北美洲东岸 整个冬天真的是冰封了好几个月 那雪一融化呢 当然很多的这些垃圾被冰冻在里头的 没得少的 溶解之后就赶快清洁环境 但我说以我们华人习俗呢 雪融之后冬天过后 那其实是要重视的是要去为祖先的 我们讲的所谓的扫墓 就到这个墓园啊 墓地啊 然后去做一些清洁 再重新整理一番这样 叫扫墓祭祖 这是很传统上 我们华人很重视的一个节日 叫清明节 那么在佛教里头啊 怎么过清明节呢 当然我相信各个佛教寺院都会举行的是 清明法会 当然清明法会并没有规定说 一定要送哪一部经 拜哪一部餐 或者是持哪一个法门 其实没有规定的 各个寺院按照自己的情况 会各自去安排 那么以多伦多佛光山为例呢 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到了这个清明法会的时候呢 当然原始上会安排在星期天 比较方便大家回来 那么我们会礼拜 慈悲三昧水灿 那么灿法之中 这部水灿呢 也跟梁皇宝灿一样 被称为灿中之王 那他有一段缘起 那他有一段缘起 这个也是 就是说流传千年来 那么一直受到 中国佛教徒的重视 那一年之中至少总会 或者是为自己 那或者是说像在清明法会 为祖先 为过往先人 包含为自己的累积冤亲在主 然后来礼拜 那么讲一下这部 慈悲三昧水灿的一段缘起 这一部灿法呢 是在唐朝 唐义中年间 那当时呢 唐义中就礼这个悟达国师 就是跟着他学习 那么所以称为国师 那悟达国师呢 他发生的一段 很很很奇特的事情 那么要先从他年轻的时候 年轻刚出家不久 那时候他的法名 就是他的法名就叫知玄 知玄法师 那有一天呢 他们寺院来了一个 有点奇怪的出家人 全身是病 而且那种好像烂疮啊 然后发臭 很多人呢 真是都要稍微回避一下 但是当时的知玄法师呢 他那种慈悲啊 平等心啊 就不嫌弃他 就说那不然你就跟我一起 我来照顾你这样 那么当然一段时间 这位生病的出家人 就康复了 那么要离开呢 之前就跟知玄法师讲 说我感念你 这份慈悲 那么我想回报你 如果日后啊 你记得 你遇到你不能够 这个解决的困难 你记得 到西蜀九龙山 看到两棵 山上的两棵树 那个中间呢 有我的寺院在那里 你可以来找我 我要回报你 那当时 其实知玄法师听了 也没有挂记心上了 那么过了好多年 当然他认真修行 他的德学兼备 而且可以带领寺院 可以讲经说法 所以就为当时的唐义宗 就册封为国师 就叫悟达国师 那么有一次呢 人家进贡 贡品里头 有整座陈墓雕刻的 这种陈墓宝座 叫龙椅宝座 那么唐义宗看到就说 这个陈墓墓啊 是特别适合出家人 我应该将它 供养给我的老师 悟达国师 那送过去 悟达国师坐上去 我们不是他 我们不知道他 起心动念想了些什么 但总是呢 膝头膝盖啊 一阵痛 没有留意 到晚上痛醒 一看不得了 那个膝盖上呢 长了一个 像人脸一样的那种烂疮 所以叫人面疮 痛到他不行 寓衣啊 哪里看都没有用啊 解决不了 他突然想到 好多年前 那个出家人说的 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要记得他 所以忍痛呢 跋山涉水 就去到了 所谓西蜀啊 蜀国 蜀就是四川嘛 四川西边 那么有这个山 山形好像 这个九个 这个叫九龙山嘛 那么就一组 这个一个群山 相连的地方 找到 有两棵很高的松树 远远就看到的 再走过去 哇 电雨辉煌啊 那当时的出家人啊 就站在那个寺院门口 等待他 见到他就说 哎 我等你好久啊 你到现在才想起我了呀 没事的 不要担心 明天一早啊 让个沙咪带你去泉水边 洗一洗就没事了 好好休息 那第二天早上 就到了这个泉水边了 才要 这个沙咪要用水去泼洗 这个膝盖的人面疮 这人面疮竟然开口说话 我相信呢 我现在这样讲 可能有些 相信的人也有 不相信的人也有 但只有遇到的人 或者 类似的情况经过的人 最清楚 由不得你不信 那当时呢 那个人面疮真的开口说话 且慢 就说 你饱读诗书啊 你应该知道 西汉年间的历史 当时 原昂展 曹措于东市 就因为嫉妒啦 厉害关系啦 所以就用了一段 也是一个计谋啦 两个宰相 但是呢 这个曹措就被 原昂啊 这个净残言 就把他杀了 那这个人面窗讲啊 说我就是被你杀的曹措 你就是杀害我的原昂 他说我之后呢 我这个怨气啊 难消 我甚甚事事要找你 讨回公道 要报仇 但是呢 你那之后 时事啊 就是生死为一事 这样 时事 你都出家 而且呢 经言戒律 就是说修持是非常的严谨的一个出家人 他说我 找不到那个缝隙 但是呢 当你坐上 你这一世 你坐上那个荣椅宝座的时候呢 说啊 你这个 等于说 这样子的 供养太过奢侈 那你心中起了名利之降 那个时候啊 他说我就可以趁戏而入 那当然讲完这些 他突然再讲一段 他说 不过呢 看在加诺加尊者 出面调解的份上 你我的千年恩怨 就此 化消 就化解 哦 原来 那一位 就全身 全身又臭 又是 溃烂的这些 大家看了都回避的 那个 身边的出家人 原来是一个正果 罗汉 叫加诺加尊者 他是也是随缘 度化有缘 那么 视线 所以他说 这个人面窗讲 是加诺加尊者 出面调解 所以他愿意 就是就此一笔 勾消 那么 当时的 悟达国师一听 其实已经都下到 魂飞魄散 赶快用水 破洗下去 痛到都 晕死过去 等到他 再醒过来 赶快 他知道 这是圣贤 就是说 这修行正果的人 出面在帮他 还要回去 赶快找到他 但回去 看到那两棵松树之间 寺院也没有了 出家人 当然更不见了 他感念这段的因缘 所以 他没有再回到皇宫 接受供养 就就地 就築起这个茅草屋 就茅庵 然后 把这个金律论 三藏之中 有关于 牲口 易 六根 造业 然后怎么样 忏悔 怎么样 消这个业 这一些内容 把它 都重新再 研读 然后整理 然后编写 陈词 背三面水 颤 一共三卷 上中下三卷 所以 其实 这部颤法 你说它很长 也不是很长 说短也不算短 但是你个人 要去礼拜 一般的人 恐怕是没有 这样子的 恒心毅力 那么借助大众的 发起的因缘 所以 在每年的 这个 清明法会 一多人都来说 都会 就是礼拜 持背三昧 水颤 法师带领 大众熏休 那么 在自己 在好像 所谓礼颤 这个忏悔的 一种法门 就是 好像 衣服脏了 布脏了 你要用水 干净的水 把它洗干净 人造了这个叶 恶的叶 我们讲 就是叫黑 黑色的 黑的叶 就是恶的叶 不清净的叶 也必须是 从内心里头 明白 就反省 明白 然后愿意 知道自己 是要抱歉的 然后 自己是要 改过的 但是 这样子的一个 转换 内心的转换 它需要一个仪式 它需要一个 引导 所以我们借助 在礼拜 持背三昧 水颤的时候 慢慢地 引导内心 那么 能够 对于自己 过去所做的 这些 恶业 愿意 承认错误 然后愿意 修正错误 愿意 抱歉 那这样子呢 自己也得 亲近 自己的 冤亲在主 也得到一个 一个公道 一个道歉 同时将 这样子的功德 再回向 给我们的 过往先人 历代主先 那所谓 回向呢 就是说 我们在拜灿 我们在修功德 但是我们 将这个功德 从我在修 然后好像转送一样的 再回向 再好像share 分享出去 给我要回向的对象 那么这个功德 回字向他 回小向大 就是 他不是说 像一般物质 说我有三粒糖 我给你一粒 我就少了 我就只剩两粒 不是这样 他就好像 比如说 我们要点 点这个烛火 我这一把烛火 我点亮了 无数的烛火 那光明就更大 所以回向呢 是回小向大 就是你越回向 功德越大 也可以讲 你愿意回向有多大 功德就有多大 你的信量有多大 功德就有多大 所以不只是 法会功德回向 其实每天都可以反省 同时也都可以回向 这个是在今天的佛法轻松谈 就着我相信 各个地方可能都会举办 清明法会 那清明节脚步也近了 我很希望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 除了你自己 重视这一天你参与法会 同时也把这个孝道思想 要传递给你的下一代 特别我们身在海外 对于这样子的宣导 是非常着力的 那当然也谈到海外 有人可能会问 那讲到这个扫墓啊 祭祖啊 那我们就是移民在海外嘛 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故乡去 亚洲啊各地 没办法专程回去 那么怎么办呢 清明节收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这句 你就到佛教的寺院 去参加清明法会 那将你的这一份心意 回向给 就把你的功德 回向给历代祖先 过往先人 还有自己的冤亲在祖等等 那这个才是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对于清明节即将到来 参加清明法会的一些观念 一些应该要去 落实的一些做法 在这里做一个说明 也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